那么作为当今最为热门的咖啡系列 那么摩卡今天我们再一次见到了他 那么之前呢我同事在保定已经与他做了一次智能化的近距离接触 那么包括超过L2级具备自动超车功能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还有呢那个超大块屏幕的那个AR实景的演示的HUD系统 那么这次我们来到场地感受一下他真正的实力到底如何 那么今天呢在场地中的这种项目呢其实还是比较丰富的 一会儿我带大家去体验这个零摆的一个加速以及自动的成绩 然后稍后呢由我的同事去给大家展现这个slalom以及这个紧急变现 到底他的这个极限在哪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 来那我们现在开始啊 挂到地档启动了一个弹射模式 激活出发 哎呦你看看这弹的 好好好100100 好刹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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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后劲特别足我感觉 他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真的没想到就是不像德西那种特别顺滑 他这种给人的劲特别的猛一股子一股子的 但是整体的这个加速感觉还算是顺畅 因为整体的数据来讲的话我刚才看了看应该是在8秒左右 所以这样一个加速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满意的吧 好那刚才由白老师带大家体验了这台摩卡的零百加速和绕桩 那接下来呢就由我带大家来看一看这台摩卡的迷路测试环节 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刚刚啊经过我几次的实验啊 最终摩卡是以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能够顺利通过迷路测试 通过这个迷路测试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台车工程师在它的底盘调教上真的是非常用心啊 那其实刚才啊我通过这个刚刚的迷路测试的环节和简单的试驾了一下 那这台摩卡呢在底盘调教上我觉得还是其实挺下功夫的 在舒适表现上呢也非常好啊 在这种面对像迷路测试这种相对比较极限的环境下呢 也能够比较从容的去面对这样的路况 我看其实在这个特别极限的姿态中啊 其实它的响胎这种情况也不 所以就说它的抓地力其实还是非常好的 没错 所以就像刚才我在做零百加速的当中 对于变速箱的这个期待 其实也是达到了我满意的一个表现 所以就不管是说它的转向力度 还是在整个底盘调教 综合来看这款车的确值得我们期待 最后就是咱猜一猜这车的售价 你觉得你买不买吧 我们猜猜了高低买一辆吧 好吧那今天的体验就到这了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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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